第二刀黄手持40米大金刀 成功击败布金云和第三珠黄 闯入了邪黄所在的生死门 见到了正在铸就魔心的聂锋 为了替第二梦斩断情根 刀黄准备一刀杀了聂锋 第二梦见此大惊失色 连忙施展轻功抱住刀黄 祈求刀黄能够饶过聂锋 第二梦越是关心聂锋 刀黄的杀意就越是恐怖 他一直将第二梦打飞了出去 不杀聂锋绝不罢休 危急时刻 血影刀从暗中射向刀黄 阻止了刀黄杀害聂锋 而出手之人正是第一邪黄 刀黄手持争名刀攻向了邪黄 邪黄未免入魔自断双臂 只好以腿玉刀剑招拆招 与刀黄展开的激烈交锋 事实果然不出不惊云所料 失去双臂的邪黄战力大减 还不到全胜时期的五成 仅凭一条腿与刀黄交锋 根本就不是刀黄的对手 血影刀被刀黄阵飞出去 邪黄也中了刀黄一腿 彻底失去了反抗之力 击败邪黄的刀黄意气风发 他终于完成了多年的夙愿 放眼只要邪黄除掉第一的姓氏 他就大发慈悲饶过邪黄 但是聂锋让第二梦情根深重 他必须要杀的聂锋拟除后患 邪黄闻言让朱黄拖延时间 再有一炷香的时间 聂锋就可以炼成魔刀 朱黄起身指责起了刀黄 变为邪黄双臂已断 刀黄明显胜之不 厚脸皮的刀黄没有感到羞愧 反而放眼让朱黄几人一拥而上 他作为第一可以接受一切挑战 独孤梦见刀黄要杀心上人聂锋 拿起血影刀攻向了刀黄 刀黄轻松接下独孤梦一刀 毫不留情重创独孤梦 将独孤梦打入了卓氏魔池 独孤梦的鲜血融入池水 竟是唤醒了闭关的聂锋 聂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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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着拼了 聂锋抱着独孤梦的遗体提前出关 让魔刀创始人邪黄百思不得其解 他也不清楚聂锋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更令邪黄吃惊的是 聂锋竟然存有一丝神智 并没有彻底沦为杀戮机器 聂锋越起躲开刀黄一击 拔出了地上的血影刀 一双血红色的瞳孔死死盯住刀黄 刀黄再次持刀攻向聂锋 争鸣刀对上了血影刀 断情弃绝对上了魔刀 聂锋魔刀大显神威 竟是打得刀黄节节败退 渐渐开始占据上风 刀黄不敌聂锋的魔刀 被聂锋追着逃出了生死门 随着时间的流逝 聂锋的魔刀越发娴熟 一身实力不断提升 反观刀黄却是逐渐体力不支 在这一增异剪之下 聂锋彻底压制住了刀黄 不经人见到聂锋的实力 不由地感叹魔刀的厉害 宋师帝就愿战上风 魔刀果然厉害 好 聂锋 你就替我头儿报仇吧 再看刀黄为了挽回局势 强称地使出了十二分本事 一记四十米大刀猛地弹向聂锋 却被聂锋轻松躲开 见到这一幕的邪黄感叹了起来 好厉害 这来的就是魔刀的力量 就是魔刀的力量 我不要删了你 救命